B-52做梦都没想到自己60多岁的高龄还能成为美国空军战略轰炸部队的主力 甚至能熬死B-1B-B-2成为一款百年装备 这期视频火力军就来聊聊B-52H金枪不倒的秘诀 B-52家族已经先后推出了多种型号BCDEFGH型 现在还在用的是B-52H 1961年就进入美国空军服役了 当年该型号轰炸机共建造了102架 到了现在美国空军还有76架 58架载异18架备用 其中最年轻的一架B-52H1962年造的已经是60岁的高龄了 说实话对于空中作战平台而言 这个年龄有点超标 更过分的是美国空军还制定了一项专门的延期计划 打算将这些现役的B-52H延售到2050年左右 火力军都觉得离谱 更别说B-1B-B-2了 早就想投诉B-52H搞恶意竞争了 很难不怀疑 B-52H与美国空军有什么皮外交易 延售B-52H真的有点没道理 B-2不用多说 隐身俩字 直接表明地位 B-1B刚过中年 正是身负力强时 那么为什么美国空军要严授B-52H这种老古董 而不是选择B-1B-2 火力军估计 美国空军选择B-52H最大原因还是他年轻 B-52H虽然年龄大 但是保养得很好 每隔四年 B-52H就会在俄克拉河马州的停克空军基地停留几个月 然后工作人员剥去轰炸机的油漆拆除蒙皮 检查每个部件修理或更换损坏的部件 而且B-52H身上的零部件年龄并不大 60多年的时间里 美国空军不断对其进行改造升级 可以说 除了机体结构还是60年代的产品之外 B-52H的其他部分与其他新型战机没有太大区别 B-52H这些年的重大升级次数至少不下于8次 B-52H入役两年后就迎来了首次升级 引入了异下邮箱 并换装了当时最新的MD-9火控雷达 机翼蒙皮也被重新更换 70年代 B-52H增加ASQ-151电子战系统 同时将AGM-69中程空对地弹道导弹配置在了B-52H身上 首次获得防区外打击能力 80年代初 根据美国空军的OAS计划 对现役所有战机的电子系统进行升级 B-52也在改造行列之中 80年代中期美国又给B-52H配备了AGM-86B鱼叉 90年代初战略巡航导弹AGM-129A上机 同时轰炸机的机尾炮位被永久取消 1996年B-52H的发动机换装计划启动 不过该计划没有顺利实施 2007年B-52H增加了雷天影瞄准吊舱以及激光制导热成像仪等装备 2013年B-52H迎来了规模最大的一次升级 这次升级全面改造了B-52H的航电系统 美国空军称其为战斗网络通信技术升级 改造驾驶舱 通信设备 机载计算机以及数据链路等 升级航电设备的同时 美国空军还顺手升级了B-52H的内部武器舱 使其可以搭载JDAM精确制导武器和智能炸弹 另外 载弹能力也有所提高 2019年B-52H的APQ-166机械扫描雷达 被换装成了雷神公司的APG-82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 就冲这几次改造 B-52H的寿命都不低 而且升级次数多了 再搞起来也比较顺手 美国空军抛弃B-1B-2 选择B-52H也可以理解 目前 B-52H的航电 武器以及驾驶舱全部都改造过了 除了机身主体结构之外 只剩下发动机还没有更换过了 于是B-52H这次的升级 就是延续1996年提出的发动机换装计划 为该机更换一款更耐用 性价比更高的发动机 B-52装备了8台发动机 两两一组 总共有4个发动机吊舱 发动机型号也是随着B-52的升级不断改变 早期的B-52用的普惠的YJ57P3型窝喷发动机 等到F型与G型以后 换成了G57P43WB型窝喷发动机 到了H型采用了普惠的TF33窝扇发动机 就当时来说TF33发动机很牛 第一代商业窝扇发动机 而且与B-52最初的型号相比 推力翻了一倍 只是性能好 也耐不住年龄大 用了30多年 铁杵都能磨成针 于是在1996年 美国空军表示要升级发动机 波音计划把原本的8台发动机换成4台大推力的发动机 竞标厂商也很多 通用电器的CF3410 普惠的PW800 罗罗的RB211535发动机 最终波音选择了罗罗 按照波音的计算 如果将B-52H现有的普惠TF33换成RB211535发动机 不仅可以为轰炸机增加航程 还能降低燃料消耗 换装完成后 预计每年可节省大约25.6亿美元的经费 只是当时美国空军没有采取波音的方案 将8台发动机换成4台 肯定要对B-52H进行大修改 考虑到部署成本和时间等因素之后 会导致美国的空机核战略威慑力下降 加上90年代时 B-52H的机灵还算年轻 发动机也没有到非换不可的地步 美国并没有实施B-52H的换装计划 但是现在不行了 B-52H服役了60多年 这台TF33发动机也用了60多年 这些老业机的动力系统问题很多 就算是不提性能问题 单单是油耗和维修成本 就已经让美国空军感觉压力山大了 按照美国空军的计算 现在TF33高油耗量和逐渐缩短的大修时间 让B-52H的每小时飞行成本飙升至7万美元左右 比B-1B的6万1千美元还要贵 缺钱的美国空军最终还是屈服了 只能换个新的发动机 新发动机是罗罗的F130 也就是BR725的军用型号 比之前RB211535升级了一个档次 BR725过去一直被用在支线飞机和公务机上 比如弯流G650 庞巴迪的不少飞机 以及波音的717等机型 改进后的RB725最大推力为75.6千牛 跟B-52H上用的TF33推力基本相同 波音最初的预计费用为340亿美金 估计把美国空军吓坏了 缩减降性能要求后 预算变成100多亿美金 为了降费用 计划用同样的4个双发吊舱 即8台F130发动机 取代B-52H现有的8台TF33发动机 尽可能减少B-52H现代化升级的难度 有助于加速试飞进度 改造后不会对飞机性能产生不利影响 并且运行时更加安静 燃料利用率更高 F130可以提高近30%的燃油效率 能增加航程 强化轰炸机性能 可靠性更高 维护成本更低 综合计算下来 换装新的发动机还是比较合算的 只要机体能撑住 B-52H看来再战几十年 应该问题不大 根据合同 罗罗大概需要交付608台F130发动机 一对一的替换76架B-52H的TF33 新发动机可以保证B-52H再战30年 并保证此后期间的供应状态 目前 首批接受改装的8架B-52H 已经进入到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等待换新 之后 这批轰炸机会接受空军的一系列地面和空中测试 预计在2035年之前 现役的B-52H全部完成新发动机的换装 值得一提的是 升级F130发动机只是B-52H升级的一小部分 预计还要更改B-52H的外观 安装APG-79有源相控阵雷达 并且整合更多的基载武器 最近的消息是把LRASM和GASM系列 内置将外挂的数量达到20件 预计新型雷达的飞行测试在2025年开始 2027年具备初始作战能力 美国空军预计 首批两架配备新型发动机的B-52H 于2025年交付 用于执行试飞计划 那8架更换新型发动机的轰炸机 将前往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 加入专门评估升级计划的B-52是非部队 除此之外 B-52H还有个小彩蛋 美国空军之前曾表示 B-52H换装完发动机和APG-79雷达之后 这款轰炸机的型号也会改 目前备选的型号有两个 分别为B-52G和B-52K 具体采用哪一个还没确定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升级B-52H之外 美国空军在轰炸机方面 还有USAF计划 新建100架B-21与B-52H 组成一个年龄相差70年的爷孙组合 USAF计划概括一下 就是在2040年 以100架B-21加76架B-52H 取代现有的20架B-2A加63架B-1B和76架B-52H 这就有一个问题 B-21上来时 为什么老旧的B-52H不先退役 而是从较新的B-2和B-1B开始 也可以理解为 美国空军选择B-52H的理由 属于是上面的拓展 首先就是B-2 性能没有什么多说的 其最大的问题是数量太少了 一共只有20架 而且妥善率只有60%左右 这也就意味着 随时可执行飞行任务的飞机 只有十几架 对于美军而言 这个规模只是解决了 隐身战略轰炸机的有无问题 等B-21上来了 这种角色可以马上转交给B-21 其次B-2的本身系统就复杂 使用成本高 升级成本高 后勤维护时间长 主打一个贵子 B-21的一个设定基础 就是在B-2的基础上 降低使用成本 当然B-2是第一代大型飞翼构型 出现问题不可避免 或者说被替代 无可厚非 目前的信息是 B-2还有很长的使用寿命 可以撑到2050年 这20架B-2A 可能会跟现在B-52H一样 不停的改进升级到 2040年到2050年 当然 如果B-21的可靠性和出动能力 都有提升 那么B-2A全部提前退役 也未尝不可 至于B-1B 只能说太中庸了 出动率 较长武器挂载能力 比不上B-52H 隐身能力比不上B-2 离一系列使用变后掠翼 并且做了一定的隐身设计 生存能力比B-52H更好 可以携带24枚LRASM 是LRASM的首批用户 只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B-1B维护成本太高 在出动率 任务妥善率上一般 同时对于较长尺寸的导弹武器 挂载能力不佳 比如AGM-86B AGM-129 如果当年采购B-2A的数量是40架 或者75架 那么今天B-1B可能已经不存在美国空军的现役名单里了 至于美国空军选择B-52H的原因 简单来说就是好用 B-52H的出动率更好 70%左右 比B-1B和B-2A的50%到60%好得多 本身B-52H的数量也更多 本身B-52H的数量也更多 可以让更多的飞机出动 也拥有三架马车里最大的航程性能 除此之外 美国选择B-52H的原因 还有战略轰炸机的定位发生了分化 也就是美国搞USAF计划的根本原因 一种是隐形突防机 一种是导弹载机 对后者的要求是维护成本低 外挂能力强 这跟隐形是不兼容的 刚好是B-21与B-52H 所以B-52为什么金枪不倒 主要还是在于它在作战体系内的定位 B-52H未来基本上就是巡航导弹发射平台 可以让B-52H尽可能的远离前线威胁区域 敌人没有防空火力的话 就是炸弹卡车 而B-2是隐身突防轰炸机 用来先手破坏敌人指挥通信中心等核心设施 B-52H干不了B-2的活 B-2干B-52H的活也贼难受 B-21定位和B-2一样 是用来顶替B-2的 同样干不了B-52H的活 而B-1B和上几个都不同 设计师是用来低空突防的 不过现在看来隐身突防更好用 也就是说他的活被B-21抢了 当然费用问题也是选择的原因之一 所以B-52H这种老古董不会退役 B-2和B-1B反而要退役 总的来说B-52H的升级延寿现在已经开始 未来由他领着B-21一起作战 已经是基本注定 到时候B-52H就是百岁老机了 但不是唯一的百岁老机 USAF的机队中还会有大量百岁的各系C-135 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B-52H还有什么优势 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 大家一起讨论 如果视频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可以在下方指证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